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反正不会是我们眼中看到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受到了两个条件的限制 光和感受光的眼睛 眼睛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器官 其结构精密的程度 甚至在19世纪时 让进化论之父达尔文 在面对神创论的质疑时 竟一失与三了 因为他也拿不出很好的解答 只好承认眼睛的进化 的确是一道难题 1860年 他在给美国植物学家 阿萨格雷的心中就写道 迄今为止 眼睛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但一想到那些 以为人所知的精妙渐变的阶段 我的理性就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克服这种不寒而栗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尽管我搞不懂 但还是相信眼睛一定是进化出来的 达尔文的这种自信 还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 因为一直要等到20世纪末 人类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后 才发现了眼睛进化的秘密 而且它不光是一步步进化而来的 还跟我们曾经以为的完美背道而驰呢 实际上眼睛的缺陷还真不少呢 就当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说吧 跟哺乳动物的祖先比起来 它就是一个简配后的玩意儿 因为其中负责感知色彩的视椎细胞 从最初的四种 剪成了如今的三种 还好 至少还比其他的哺乳类同胞多了一种 为什么要简配呢 为了给对生存更加重要的 视感细胞让位 它能够让我们在夜里面看得更加的清楚 在远古时期 如何在被恐龙等强大生物统治者的地球上 寻找到夹缝生存下来才是正道 颜色看得再多有什么用呢 到了夹缝里面只有黑暗 要看得见才是真实用嘛 于是视椎细胞就减少 视感细胞便顺势上位了 哺乳动物的世界变得暗淡了起来 当你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美好的时候 殊不知 鸽子蝴蝶眼里面的世界才是真美好 人家的眼睛里面可是有五种颜色的感受细胞 这你就已经很难想象了吧 但还有更夸张的 这只皮皮虾 不光自身的颜色丰富的够妖艳 它眼睛里面能够看到的世界才更妖艳 它有16种视椎细胞 能够感受到16种不同的颜色 可以捕捉到更多的视觉信息 人类在它看起来 也许才更像是个低等生物 哎呀算了 越说越忌妒 还是收回来 说说第二个限制条件 光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来说 太阳光都是唯一的光源 所以世界原本的样子 是由物体反射出的太阳光 与接收到这些太阳光的眼睛 共同塑造出来的 然而 人工光源出现之后 这一切就发生变化了 因为很简单 灯光 不管是哪种灯光 都达不到太阳光那么完整的光谱范围 你想想看 如今每天会花多长时间待在室内 仰赖灯光作为照明 在光线下认识这个世界呢 当然啊 读书的孩子就更不要谈了 于是这个时候的世界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灯光的显色指数来决定的 什么是显色指数啊 它在0到100之间用来指示光源对物体色彩的还原能力的强弱 太阳光被定义为100是显色性能的终极追求目标 越接近它呢 当然也越好了 因为这不仅能让你看到物体更加真实的色彩 更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感到自然舒服 换句话说就是啊 更加的护眼 哎呀没办法啊 谁让我们在阳光下进化了几百万年呢 世光学界已经反复证实了一件事情啊 自然光能够预防近视 所以从保护视力角度看呢 选用接近自然光的高显色指数的灯具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给孩子使用的台灯了 儿童土物玩具之类的物品呢 都是五彩斑斓的 如果选用了低显色指数的台灯 反射回孩子眼中的色彩呢 就会失去饱和度 造成颜色失真 引起视觉疲劳 进而导致近视 考虑到我自己都已经戴上眼睛了 所以给孩子选一盏合适的台灯 就更加要谨慎了 哎不得不说啊 这盏米家智能台灯Lite 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啊 99元的定价 就能把一台显色指数高达90 使亮度和均匀度达到国家A级照度标准 还能通过米家APP和狭隘同学 实现智能化控制的台灯带回家 大概也没谁了吧 我实测了一下啊 光线柔和舒服 放在桌面上呢 能够覆盖很大的一片范围 连上米家APP后呢 可以实现亮度的无级调节 也可以在读写休闲夜间三种模式之间 快速切换 非常贴心啊 对了 大家很担心的蓝光危害呢 在它这也不会出现 可以说是足够安全了 上一次我为了灯光安全买单呢 可是花了多它好几倍的代价 所以这样一展早就被卖爆掉的 台灯的升级款来了 哎 你不赶紧升级一下吗